我们站到最后一刻 这些温馨互动的画面 历历在目 但现在一切只能空待追忆了 马拉玛宣布与我国断交后 短短几个小时 蔡英文总统轻上火线 召开记者会抨击北京 打压中华民国的生存空间 强烈指责北京当局在改变两岸现状 而中国则高调的 在央视新闻上强力的播送 中国跟巴拿马建交的消息 其实巴拿马这次能欺骗我国 到最后一刻 传出他们把断交任务 当成是最高机密 政府高层只有四个人之勤 但是当地台桥说 他们早就感觉不对劲了 因为巴拿马总统瓦雷拉 向来是亲中派 这次看准我国换大使交接的时刻 杀个措手不及 我们拒绝以金钱进入外交的态度 不会改变 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也不会改变 强硬表态 总统蔡英文不只宣示坚定立场 并且青上火线在巴拿马宣布断交后 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开记者会 严厉指控北京当局操弄一个中国 打压台湾 巴拿马共和国政府承认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 北京当局一贯操容的一个中国原则 在国际上处处打压台湾的生存空间 威胁台湾人民的生存权利 我们绝不乐见 因为北京当局错误的思维和挑衅 就让两岸关系从和平走向对抗 我要在这里证告北京当局 为了维持两岸和平稳定 台湾已经善尽一切的责任 但北京这样的做法 已经冲击了两岸稳定的现状 这次又少了一个邦交国 蔡英文隔空向中国大陆喊话 下手力道要拿捏 但中国大陆逮到机会 和巴拿马签署建交公报的画面 央视美睫新闻头条热播 巴拿马共和国政府 从继日断绝 同台湾方面的所谓外交关系 中国大陆得意高调 毕竟拿下的是号称和中华民国 建交最久的巴拿马 对台湾来说更是指标性邦交国 去年总统蔡英文就职后首次出访 就是去巴拿马 还和巴拿马总统瓦雷拉握手言欢 瓦雷拉一脸亲切笑容欢迎蔡总统 至此时还表示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现在看来恐怕是孔命附建 笑里藏刀的最佳展演 还隔不到一年就宣布和台湾断交 脸上笑容依旧 语气更是一派轻松 瓦雷拉在断交后接受外媒提问 把和中国大陆建交讲得理所当然 其实瓦雷拉本来就是亲中派 在上一届副总统任内 就曾经提倡和中国大陆建交 当选总统就任后 一直在等待机会 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听到风声了 大陆要建交的资料 已经送到外交部来 副总统就跟外交部说 外交部来说那时候他说安的安的 那时候我们就知道 安的安的他当然是找空隙 刚好我们换台湿 你看看我们台湿回来 就抓这个空档 对不对 让你措手不拒 当时台桥协会会长陈武胡 两个星期前才为新任大使曹丽杰 举办欢迎晚宴 曹丽杰对巴拿马政府的 道任国书都尚未成递 巴拿马就闪电与我断交 甚至有情姿显示 巴国政府把断交当成最高机密 只有政府高层四人之行 欺瞒我国到最后一刻 所以说 你说有没有金钱外交 外面部罩扛他大人说他 很明显 当地台桥虽然感慨 但也话中有话 两岸外交角力 在巴拿马早就暗潮汹涌 政治高层倒戈 但地方舆论气氛不见得 来到巴拿马经商37年的台商 也感到不慎唏嘘 因为大陆来的在这里的 他们的风评 风评就是说 他们所谓的 气氧气氧就这样子 因为气氧就是中国人 就是说你们是老外中国人 可是台湾人 他们就不会叫我们说 你是气氧气氧 我们帮你们很多 我们在这里跟你们做什么 跟你们修路 医院什么 什么都会都帮你们 可是到现在一百零千年 到那一天断交的那个当下 我们真的都 几分钟就这样子就没了 大家都很讶异 而且在当地的这些老百姓 他们知道以后他们都很 我甚至在路上他们都会讲 为什么 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 台商感叹巴拿马政府 为了金元利益 背弃台湾多年对八国的援助和贡献 当地报纸还在头版 刊登青天白日满地红的照片 大篇幅报导断交事件 可见八国基层舆论风向 但我国前侨务委员 常年支持中华民国的老华侨 却在此时落入对岸设计的一中苛酒 说得汉铁不成钢 但采访结束后 张会长还要赶着去参加中巴建交庆祝晚宴 北京当局从巴拿马官方渗透到民间 统战宣传 大国缜密布局 小国有限筹码 即便耗尽洪荒之力 也难为无米之催